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今天我們要示範如何裝鏈條 來看一下手上這個 通常呢 這個鏈條呢 這個是一套的 就是接鏈片 接鏈片 那像鏈條太長的話呢 我們通常會磨掉這個軸心 磨掉這個軸心 就用砂輪機磨掉然後把它敲出來 那也有這種去鏈器 有一種是可以直接把它退出來 退鏈器 我手上沒有的就用砂輪機 那像這種是半鏈的 這個叫半木 有一個一邊寬 一邊窄的這叫半木 那這種的是全木 所以接鏈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買到這個如果是半木的 它可以產生二分之一的效果 就二分之一的pitch的意思 那如果買的是全鏈呢 就是全鏈的效果 那不管怎麼樣你每一次要改變長度的時候 你一定是買長一點然後到你要的地方 譬如說長度到這裡 砂輪機磨掉 應該要磨哪一個 對不起應該要磨這一個 磨這一個磨掉 磨掉之後呢它是不是就可以把pin退出來 然後這整個後面的尾巴就脫掉了 脫掉之後就是只剩內 外就拿掉了剩內 這時候可以選擇半木全木 那這個通常我們在CAD裡面都要算好一點 那到時候花很多時間在這個事 好 然後呢我們通常會把這個連軸器 啊不是啊 連軸軸器先調鬆一點 調鬆一點呢這個好工作 然後把這個我把它叫 這個U 全木的這個U OK 我也不是每天在換鏈條的齁 我家沒有開腳踏車店 OK 裝上去了 裝上去呢 來到我的這邊來 那你會發現說呢 那這邊呢 不要忘了這個還有一片 外片 這是買全木的時候就會送的 就是接鏈片的全木的時候會送的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 這個 這個構造有一點特殊就是 兩個滾軸的外端呢 那個小凸圓呢 一個要停在這裡 一個待會要夾在這裡 所以裝這裡的時候有一點tricky 所以選一個你最舒服的角度 有點像C型扣的 對 C型扣完的概念 太聰明了 彈簧的概念 所以呢 這邊比較大的口好近 就讓它先近 然後呢 另外一邊就要推一下 推一下 當然這個要先 OK 這樣子 那通常就拿尖著以前就可以了 就stand by 了 所以這個已經 一邊已經進去了 另外一邊就是推一下而已 嗯 就拿出怪給吸 OK 對不起 我要調一下 你等我一下 調個舒服的位子 其實通常是夾這裡就可以了 看得到嗎 嗯 看到齁 就這樣啵一下就進去了 啵 進去了 漂亮 果然 好 然後最後呢 通常我們還有一個程序就是 來看一下 順便教學一下 來 這邊下面有四個頂住螺絲 這個鐵板已經預先有公牙了 嗯哼 你關掉了 沒有我在拍 就是 你再放大說一下 這邊頂住螺絲 再把它調緊 OK 好 那像這個比較特殊的是 這個是鍊片富爾的 我們在這邊已經預先買了八個洞 鍊片富爾 這應該要用M5的嘛 M5 M4 M4的螺絲應該是比較小 這是 40號的鏈條 它富爾的它這個螺絲洞比較小 一般是也有五個 像這個是四的 嗯哼 八個螺絲 那我們要算一下它的那個簡力 OK OK 那以上就是關於鍊條的結合的一些示範 等一下 等一下你關了嗎 沒有 那如果要 對不起要順便講一下 如果呢 要退的時候呢 就是比如說你要換 比如說你要拆 來到這裡來 你要不要先夾一下吧 它的夾法比較特別 我放到這裡來好了 它夾法呢 我現在不示範了 嘿嘿 這個 退這個要一陣子 它就變成 剛剛我是夾這裡嘛 嗯 然後退的時候要夾這個尖點 啊 和 跟這一顆 然後這樣子用它的 反作用力 它就會出去了 喔 剛剛大概也是花了30秒才弄出去 因為 這個工具喔 這個工具不見得好用 就是這樣 OK OK 好啦 謝謝 歡迎來到舞台動力實驗室 啊很好 以後我的開場白都別人幫我唸了 今天呢 我們要來處理這個鏈條的長度 那鏈條通常來的時候呢 它的長度不會是我們要的 那鏈片有分外片跟內片 鏈片跟外片跟內片 那通常呢 如果是 呃 假設我要把這一段長度算完之後 要接起來呢 就必須把外片都磨掉 為什麼呢 因為外片才會有這個削 這個削的外面的頂住的 它這個裡面有一個特殊的突圓 所以這個鏈不會掉下來的原因是這樣 好 那 所以當我們要磨掉外片的時候 待會呢 以這一片來講 我們就不是磨這個 我們是要磨這個 磨掉這個之後才能把外片拿掉 喔 那再來呢 講一下這個鏈片 這個叫絆木 這個叫絆木 那絆木會有個削一樣的 喔 這個 削的這邊有一個突圓 所以要用的是 喔 絆木就是一邊大一邊小 對 一個外 這個由外而內的意思 由外而內叫做絆木 喔 然後呢 你要注意到像這個呢 它有一個半圓口 這邊有個半圓口 這邊是全圓口 所以要從全圓口 插到半圓口 這樣子 喔 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類似像 嗯 狼呢 它會有一個削 的 髮夾削 髮夾削 為什麼不見呢 喔 就昨天你用怪節錫卡的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 還有一個髮夾削 這個 這個叫髮夾削 等一下喔 我們找一下 它應該還有 家寶這個的原來的髮夾削 這不是這個 不是髮夾削是這個 這個 長得像一個髮夾的 拍得到嗎 拍得不到 這個叫髮夾 看到了嗎 這叫髮夾削 這應該也有一個 因為這種半木的呢 你一定要是 拴進去之後呢 沒關係 等一下再來找 欸 鏡頭拿好啊 鏡頭拿好 拴進去之後呢 髮夾插進去 然後再把髮夾呢 打開 因為它也是一個 類似一個 固定的裝置 一個彈簧 打開的意思懂嗎 嗯 好 那現在講這個 這個叫全木的 全木的話就是 這邊是內 這邊是內 那這個就是外 那將來呢 它就是這樣子 插進去 然後 它會先 弄上一個 外片 單片的外片 嗯哼 這個應該昨天講過嘛 單片的外片 弄進去呢 再把這個 夾片 卡進去 卡進去 卡進去的時候呢 嗯 就是各位要注意到 它是這樣的 你從那邊 從另外一個角度拍過來 從那個角度拍過來 它是這樣的 好 那到時候很簡單 我們就是拿那個 類似像 怪個C 好 所以我們就怪個C 夾一下 夾一下 這個應該昨天示範過了 我們這個影片就不重複了 那 總而言之呢 這些東西都先收好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呢 怎麼磨這個 怎麼磨這個東西 好 這個等一下呢 不能掉 好 來首先呢 我就是用了一個魚口鉗把它夾住了 先把這個鏈條夾住 然後又要讓這個整個再穩定一點 我就更重的東西 這個叫 Vice Grip Vice Grip 就是我們一般台灣叫虎鉗 好 砂輪機呢 接起來 然後接下來講這個砂輪機的這個固定方式 砂輪機它有一個卡榫 就是它的馬達旋轉的時候 有一個卡榫可以夾住它 我們來看它是怎麼弄的 那這個東西不要掉了 這個是 也不要放倒了 它這個 橡皮的一定是朝上 朝外 橡皮朝外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會對準這個卡榫 了解嗎 好 這個上了以後呢 很多人用砂輪機都以為要用工具 其實不用工具的 首先 砂輪片有兩種 一種是切片 一種是磨片 很容易辨認 這種薄的叫切片 這種厚的叫磨片 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這種功能的 像這種功能 還有這種功能的 這個都是不同的用途 有的是用來拋光 有的是用來 像這個有點像 剛刷的 這個要自己去想像有什麼作用 打毛它 你看 各式各樣的都有 像這種就比較像在拋光的 材質都會不一樣 那不同的材質 它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看得出來吧 OK 好 那我們就專心的對切片來講 這個切片是最好用的 因為切片可以切斷 那這個要切斷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因為它比較厚比較鈍 那這個會比較快 那有時候呢 像 昨天呢 我們這個切片呢 用到這麼短 這麼小的 意思是什麼 它會消耗嘛 那一直消耗消耗 消耗到最後呢 它就會越來越小 小的不要扔掉 因為有時候呢 要到比較狹小的空間 這個小的才進得去 大的就進不去了 OK 所以這不要扔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麼多奇怪怪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 現在這個用切片最好工作 因為切片比較準 放上去的時候呢 這邊沒有問題 但是接下來問題來的 它外面有蓋一個螺帽 那螺帽有一邊是突圓 有一邊是凹圓 凹圓 凹圓跟凹圓的用法不一樣 譬如說如果是這種磨片的話呢 它中間有個洞 所以凸圓草理 所以凸圓草理 欸這我教過你了 你好聰明 凸圓草理 這樣子它才有辦法鎖住 那你如果這個是 這個草理呢 這個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鎖不起來 鎖不起來 那另外一種呢 是這種切片 切片的話 因為它這裡面的螺帽 不算螺帽 就這裡面有一塊這個墊片 已經跟這個孔 齊平了 所以這時候你不能再用凸圓草理 凸圓草理的話 你會鎖不到磨片 切片 所以這個變成要這個草理 那接下來呢 這邊有個卡榫 手壓下去 手壓到卡榫的地方呢 瞬時針轉 油上往下看 瞬時針轉 突然感覺到它壓進去了 壓進去就是卡榫進去了 然後就這樣子 它就會自動的把這個螺帽鎖緊 什麼工具都不用 要拆的時候一樣 壓住它 這樣子就轉出來了 這樣就轉出來了 那你就說 這樣子沒有工具鎖的話 OK嗎 當然OK 你到這個工地去 看這個師傅 他們叫他 叫grinder grinder師傅都叫 grinder grinder就是師傅講的 就是這樣鎖 這樣鎖 就鎖緊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它真的開始切割或是打磨的時候 它會越轉越緊 它是順時針轉越緊 另外它有一個這個 這個部分呢 它是可以 叫 保護 保護蓋 這個保護蓋是為了當它 旋轉的時候 打磨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火花噴出來 火花噴出來的時候 它會希望能夠保護你的眼睛 保護你的手 所以它有一個蓋子可以調整 這個螺絲鬆開一點點 它就可以做這樣的調整 通常我們不要轉太緊 讓它隨時隨地可以保持在一個可調的狀態 ok 好 那這邊呢 是它的開關 通常我們插電之前要確定開關是關的位置 反正一插電之後就啟動了 有一種東西像這樣 放在桌子上 例如說你放這樣子 你放這樣子 你放這樣子 一插電就整個跳起來了 所以我以前自己在上木工課的時候 我都會告誡學生 插電前檢查你開關的位置 才能插電 這個其實現在已經很少人在強調了 但是這是標準動作 ok 來 我們看齁 我們剛剛說要磨這個對不對 來啟動 那這個有時候呢 如果你指磨單邊的話 指磨單邊的話 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因為比較硬 鐵板比較厚一點 這個就外片比較厚一點 所以它有時候還不好變形 所以呢 我該會把這個 本來不想要磨這邊也把它磨掉 待會很好處理 完了以後呢 其實通常 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呢 要找那種類似像一隻起子的東西 就是類似一隻起子的東西 然後 戳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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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不夠的話呢 就是再磨薄一點 或者是先用這個 煎水錢的部分 可能還磨不夠 因為還沒有看到那個芯 看一下 這個還沒有看到那個芯 中間的削 削還沒看到 可以再磨一下 然後 要小心一點是 不要磨到內片了 因為磨到內片呢 內片你是接下來要用的 你磨到內片的話呢 會剪低它的強度 等等 看一下我是不是能夠戳進去的 應該是可以了 就是要找個槓桿 就是要找個槓桿 這個現在呢 可以了 看到沒有 看到了嗎 完了以後呢 就是 這兩 這個剛剛 有一邊被 挖掉了嘛 所以這邊就很容易就出來了 小心燙 這樣的話呢 這樣的話呢 就兩邊都剩下什麼 是不是都剩下內片了 兩邊都剩下內片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呢 像剛剛這樣示範 就是 應該沒有錯邊 這個就是我們買來的接鏈片 全木的接鏈片 這個我把它叫一個U 像不像一個U 然後呢 插進去 OK 然後呢 另外一邊 就是 先加一個外片 把厚度電對 然後再加一個這個 OK 然後 用怪給吸 好 這個槓桿 裝的時候比較好裝 拆的時候稍微辛苦一點 裝的時候是這樣裝 好 那拆的時候將來是從那邊 拆回來 OK 這昨天講過 然後呢 如果是半木的話呢 很類似 半木的做法呢 它其實是可以無限延長的 什麼意思 就是 如果半木的話 一大一小一大一小 對一大一小一直下去 所以它一次可以加 一半 嗯 概念上 所以它叫這半木的是這樣子 一大一小 這你實在是太聰明了 所以我講一下就知道了 OK 嗯哼 這樣就是結束了 我們今天關於這個 鏈條長度的修整 還有這個 使用接鏈片的一些介紹 好 謝謝大家 嗯哼 從這個來 等一下等一下 從這個來 可以嗎 好 來 開始了 好 我們現在來到要把鏈輪 裝上去的時候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利用這個鏈尺上面的優勢 讓它可以固定住 所以工作的時候不會晃來晃去的 然後呢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就可以把它 裝上去 那 剛剛講的這個U 從這兒戳進去 戳進去之後呢 千萬不要忘了這一片 很多人忘了 這個是要不要抬起來的 要不然的話拉不緊 什麼意思 這個現在已經到底了 你這樣拉不緊一會兒 沒事沒事 我可以再調這個尺的位子 可以了 但是如果這個鬆了點 你一轉就進去了 這個線 沒事了 可以了可以了 你確定 我確定 沒事沒事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樣子 嗯哼 然後 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 好 你要給自己一個 空間 好 這樣就進去了 可以了 我沒有問題的原因是 因為我這個還可以整個塞 這樣塞進去 所以沒事的 我這樣塞進去就可以了 OK 好 可以 可以 好的 好 所以就這樣了 拍完了